詞曲 李宗盛 servant 陸佳 詞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蘇達 非常意外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 非常意外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 那其實我是經過一個劇場朋友的介紹 然後他告訴我 他一開始告訴我說 欸 蘇達有一個小小的演講 想要邀請你 我說好啊 那我不曉得原來是這樣子的交流的形式 這樣 那 嗯 其實我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這種 交流會的分享會的形式 其實我的生命過程當中呢 我沒有參加過這種 同儕以外的這種 聚會 為什麼 因為 我先說為什麼我會來到這裡 這個 我今天要用什麼樣的形式 跟大家分享教育小聚這個 那以如果今天的這個學習的這個主題來說的話 我想跟 那種 愛 精簡愛藥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能夠成為一個演員 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然後 演了賽德克巴蘭 然後得了金鐘獎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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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人生的意外 因為其實 我的 其實我剛剛聽他的分享 其實 很明顯 他一定是跟我們那個世代 其實是一個 其實跟我們的那個世代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我們這邊有 只要是年輕人 勢必都是大學生們 或研究生 或剛出社會的大學生們 這樣 那 只要是社會人士氣 就一定是稍微年少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其實我今年已經34歲了 我是70年次 也就是1981 所以掐子一算 你應該都 大略應該都少我10來歲以上 那在我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就是升學掛帥的年紀 年代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不斷唸書 為你終身職業的取善 那其實我的成績是相當不好的 我在 我是唸 周杰倫的學校是 淡江高中 我高一的時候 周杰倫高三 所以我跟他同一個 period 那你來 周杰倫的秘密 你知道周杰倫高中長什麼樣 他長得跟現在一模一樣 他這個高中就長這樣 造成我們那個 女同學學配件的困擾 他就長這樣 然後高中是念淡江 那淡江高中 他為了淡學 他最有名就是 女學生的制服很漂亮 很灰色的 然後但是 他除了女學生制服很漂亮之外 他的升學率其實是很低的 就是我們是私立學校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一般人他有65個 一般有65個 就是連椅子都是很擠很擠 就是學校就是希望能夠 招收學生多一點這樣 對然後 其實我成績是很不好的 那 在我當演員之前呢 我念戲劇系之前 其實我沒有想過我會當 我接下來的人生氣 讓我成為一個演員 而且還拿了獎 這個都是我死了未及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人生有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就是你看現在我可以拿麥克風 這樣用清楚的國語跟大家講話 說到清楚的國語 你知道 業界所有人對蘇達這個演員 最大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演員 原住民演員 所以我只要一講話開口 就會原住民強 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去試鏡的時候 或者是跟各個導演見面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哎呀 我不需要原住民演員 或者蘇達你可能要先克服你的原住民槍掉 才有可能去試鏡 在那個演藝界打滾嗎 這樣子 那我從剛剛講到現在 你有發現我有原住民槍嗎 沒有 是不是 是 我真的不瞭解我們太多了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我今天可以用麥克風講清楚的國語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人生的一個 自我學習的歷程 在我的學習生涯過程當中 我從來沒有因為學校的教育而受益 這是我可以勇敢這麼說的 我沒有因為學校的填鴨式的教育 考高中考大學填志願卡等等 或者是多元入學古道什麼 這些都對我當時的升學來說沒有任何的幫助 因為我成績相當不好 那在剛剛那個 劍虛哥 他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我有非常大的共鳴 因為其實我今天可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可以跟大家這樣分享侃侃而談 其實是 我以前不是講的 我在高中之前是一個相當內向而自閉的人 就是有自閉傾向的那種孩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到大舌頭 現在聽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我是硬把他練鑽的 那我的舌頭特短 嘖 好 就這麼短 沒有啦 你要用力伸他也是這麼短 那我舌頭特短 因為我 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都會有 baby伸出來 你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發音 你知道誰嗎 東三夜遊台的姐姐哥哥都用這樣的發音啊 是的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巴勒哥哥 你是蘇打哥哥 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講話 一定要往上提才能變成 他就會變 年紀就會變輕 而且小朋友 那個東三遊台他們一定要這樣子 你一定從來沒有聽過 東三遊台的哥哥說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蕉哥哥啊 他就哭了 是不是 然後 如果你要年紀變大 或是你要演那種陳腐聲的 通常我們聲音會變低對不對 你知道嗎 蛇根往下低啊 讓那個聲音往下的 在嘴巴裡面的那個槍位置變大 他就會變 聲音就會變低 譬如說 你現在只要試著摸著你的喉嚨 然後讓他那個地方往下開 把下面這個地方 槍變大了 他聲音自然就往下壓了 那如果你看 你現在摸這裡 你摸這裡 你讓他那個 槍變大 這個地方講話會麻麻的 你想說 那如果我這樣已經變低了 還能不能變更低是可以的 你再把它往下壓 然後這他就變更低了 那這就是小丸子爺爺的聲音 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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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真的 後來我念了表演之後 我才知道 原版的小丸子日本 日文版的 從小丸子到爺爺都同一個人配 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但現在 進到現在已經沒有了 大家都分工了 但一開始都是同一個人配 那像我剛剛這樣示範 你可以從這樣子 都 都可以同一個人 那因為我以前是 講話大舌頭的 所以我其實對我來說 非常的自卑 我的內向是後天的 然後那個自卑到 我以前不管是 國小 國中 高中 我們都會分 都會分位子嘛對不對 就是每個學期換一排 或是每個禮拜換一排 我永遠會自卑到 我不敢跟同儕人講話 我只要一講話就會結巴 尤其怕跟女孩子講話 那 已經大舌頭來結巴 是我的像話嘛 然後我就會跟舉手 我就會請我的爸爸媽媽 跟老師說 我要坐教室的最左邊最後面 永遠都是坐那個位子 那那個位子 你們知道那邊通常放什麼 垃圾頭 所以我永遠就跟臭臭的黏在一起 這就是我成長過程中 非常自卑的一個景象 那一直到我後來 國中高中的時候 那我成績有特差 我成績有特差 我又不會念書 可是我不會念書 我又沒有別的好朋友 我又跟同儕人又不熟 所以我都會坐在位子上 認真的看書 所以我認真的看書 又考不到好成績 所以其實在我成長過程當中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Nonsense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堪回首的記憶 那我的人生第一個轉捏點 不是靠學校老師的教育 而是靠我自己一個突然間有一天開關打開 你們知道有沒有人 你們一定知道 這些高學歷的孩子們 你們一定知道 有一種比賽叫 國語文武相競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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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通常我們這些優秀的高 其實你們剛剛 你們剛剛自我之間 都對我來說 你們都是高學歷的孩子 通常都會被學校派出參加這種比賽 國語文武相競戰 有他五項 朗讀演講 字音字形 書法跟作文 對不對 那時候對我來說 學校那時候通通就升學掛帥 我記得那時候老師很不喜歡我們學生去參加這種比賽 那時候 在不喜歡參加那個景況底下的時候 我那時候為了想要脫離這個班小燕 如果不讓我脫離 我就會一直坐在那個垃圾的旁邊等他放學 每天要這樣等多久 然後我就想說 好 不管如何我一定要舉手 隨便給我一個冠冕桃王的理由 讓我離開這間教室 然後那時候就有同學 就是拿那個傳單來說 要參加國語文武相競戰 一樣是沒有人要參加 然後我那時候靈機一動 想說 好 不管 那其實那武相我根本連聽都沒聽過 我也不知道那種比什麼 那我那時候跟我自己說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只要隨便選一個理由 讓我離開這裡就好了 然後我就 老師我要參加老讀 我可以到15分 我就說 老師我要參加老讀 而且我是用大舌頭的方式說的 然後給我看看 這樣 那老師 因為老師 因為老師 因為老師要說 因為我是nonsense 你知道嗎 然後老師只關注會考上 建中北領女 或中正高中級美女中的孩子 對我這種小朋友 他們就是完全 沒在care了 那老師其實不看好我 但是你也別人跟我搶 沒有這個名額 所以我就去參加比賽 那我從來 我壓根耳 從我打從娘胎到剛剛我舉手 我都沒聽過老讀比賽是什麼 那怎麼辦呢 我就跑去輔導 系列輔導的時候 老師老師我要參加 當然用大舌頭的方式 老師老師老師我要參加 老師老師我要看看那個高咕比賽 為了要讓大家避免吸收 趕快把它講成清楚的博語 那我沒有參加過老讀比賽怎麼辦呢 結果老師就拿那個 錄影帶給我回家自己練 那他拿這樣 這樣嗎 那就拿那個 全國國語文武相競賽 在高中組第一名的那種 老讀比賽給我 永遠記得我 拿回家放到那個錄影機 那play一按之後 我嚇到就掉下來 是一個北英女的 女學生 穿著北英女的制服 然後頭腦清湯掛面 然後它是一個 那個 全國 全國第一名的一個 那個 一個影像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天啊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人用這種 外星人的方式講話 有參加過老讀比賽嗎 有參加過演講 極靜角柔造作跟惡心 完全就是討人厭的那種女學生 然後我那一看之後 我那去看 他就 好 那算了 好 好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反正就是 因為老讀比賽 他一進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左邊一下緊緊夾出那個 老讀的本 然後你再翻開的時候 你一定要從世界的最左邊 翻到世界的最右邊 真的真的 心有氣氣焉 各位同學 你要翻開來的時候 不 明明那個朗讀比賽的那個比賽 教師就這麼小 比這邊還要小大概兩倍 然後老師就兩個 但是你絕對不能看老師 不能看老師 你要看老師在後面 所以你從最左邊翻到最右邊的時候 好 無論如何 教師不管多麼的小 你只要一翻完這個本 要往前看 絕對就是如同站在小巨蛋 一般你知道嗎 各位評判老師 就是一定要濕到天上去 因為接下來你要朗讀之前 一定要先跟老師 say hello 對不對 一定要say hello 然後朗讀比賽全國第一名的 say hello 不是浪得去 他就是要塞到天上去 在跳起來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所要朗讀的題材 永遠不要忘記你的眼睛 還在小巨蛋 一路看到墾丁去 今天我所要朗讀的題材是 一定要拉長 幹嘛拉長啊 不是 第三篇 過情論 過情論有聽過嗎 過情論 不管你抽到什麼題目 不管你題目有多麼的 刁滿你 在念這個題目的最後幾個字 一定要皺眉 第三篇 過情論 哈哈哈哈 幹嘛講完了 沒有沒有沒有 好然後 然後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 你在之前說 各位評判老師大家好 大家好完之後 他一定要鞠躬啦 鞠躬是不是很正常鞠躬 就跟老師say hello 朗讀比賽的鞠躬 絕對不能只是親耳一姐鞠躬 一定要留頭 你知道什麼叫留頭嗎 樂平老師 大家好 樂平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一定要留頭 留頭 然後尤其是他起來的時候 一定要搭配一個非常鞠腔的細節 大 大家好 然後才開始講 今天我所要朗讀的題材是 然後我就在家裡面看著這個錄影單 因為我就不念書嘛 我實在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我就看這個錄影單一個字 一個字的跟著他的學 然後幾乎連他的科的動作 連鞠躬的那個姿勢 我都一個一個在學 跟著那個電影這樣 嗯 那不是真的很容易 你等一下自己做動作的時候 是因為這一塊肌肉 平常很少用到 你知道嗎 齁 除了那個跳肌肉的人 會用到之外 這一塊很少人用到 你真的要做這個留頭 還不是很容易 你會覺得 欸怎麼好像 我的世界有點淘 這樣 就是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去學他 就是 拿那個 拿那個遙控器 然後還倒帶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在這樣的 硬性的這個物理治療的情況之下 用蠻力把我的大舌頭攪折 我就是用一個字一個 所以我本來講話不是這樣 然後我後來知道說 我只要能夠訓練我舌頭在我嘴巴裡面的位子的那個力度 我就可以講清楚的國語 於是 我就 就 開始 克服了語言上的問題 語言是我基本上一個最大的一個障礙 那我今天 橫跨了這個之後 他才讓我今天有本事 成為演員 那 在我後來考上 嗯 戲劇系之後 在後來考上戲劇系之後 反正我時間有限 我應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如何以素人之姿考上戲劇系 這裡有人考過戲劇系嗎 沒有對不對 哼 請給我45秒 其實 戲劇系考什麼 戲劇系考聲音動作 即興表演跟專長 這四個東西都是我們高中三年學都沒學過 然後我當初一樣就是抱著朗讀比賽的 抱你朗讀比賽的心情 想說 天啊我今天要不是 如果我沒辦法考上台北醫生大學 我就要去當兵了 我可能一定一階私立大學什麼 力大管理學 有可能考不上 聽過力大管理學 好 Anyway 然後我就是考 然後數學我就考這四個 我時間有限 我只能跟大家講 其中一個最好 好不好 北藝大的那個數個考 其中一個是聲音官 聲音官是考什麼呢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教授十個這樣 一排坐在你的旗邊 你進去之後 就說來副同學謝謝你 各個報名我台北醫生大學的考試 現在聲音官 桌上有二十張白紙 請你隨便抽一張 善行 隨便抽一張 翻過來之後呢 然後岳某也是A4的白紙 岳某三百字的短文 那就是 蘇同學麻煩你唸一下這個短文 我想說唸 唸有什麼 我本人是 朗讀比賽的冠軍 唸 我就唸唸唸 我就用朗讀比賽的方式 唸了那一篇文章 我才唸不到五個字 老師就叫我站 我說蘇同學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用正常人的方式 你可不可以用正常人的方式 我剛剛是外星人 我就用正常人的方式 平常我講話怎麼唸 我就怎麼唸 然後唸完之後 來蘇同學 你有沒有看到這篇文章裡面 有一句話是用紅線畫起來 我說喔有 他說來麻煩你重複一下這句話 我已經忘記當時那句 紅色的那句寫什麼 假設啦 假設啦 假設那句是寫 風從山坡上輕輕的滾下來了 假設 我說喔 風從山坡上輕輕的滾下來了 重複 重複完之後他就說 來蘇同學 可不可以麻煩你再重複一次 然後你用恐懼的方式唸 喔 德風啊 我唱得緊緊的 謝謝 蘇同學你表現得非常好 OK 那可不可以再幫我們唸一次 然後你用飢餓的方式唸 因為他的遊戲規則就是 你講你就要接 你不能想 你就扣分 好 風從山坡上輕輕的滾下來了 謝謝蘇同學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再唸一次 然後你雖然飢餓 但是你跟你媽講 別人來講老學還突演 我講 風從山坡上輕輕的滾下來了 媽媽 我就加了一個媽 因為他叫我跟我媽講 哼 怎麼樣 最後他就說 OK 風從山坡上輕輕的表現得非常好 可不可以你幫我們最後再講一次 然後你用那個素環症的方式唸 素環症是布袋戲對不對 對啊 你有看過布袋戲嗎 有啊 我沒看過 我知道他是布袋戲 但我生命中 你沒有看過布袋戲 我當時心裡想說 誰要看布袋戲啊 那不是阿兆看嗎 但是因為他遊戲規則出來就是 他出來之後你就得講 你不能喊暫停 所以他說 說完真的我就馬上說 嘶 嘶 這顆風從山坡上輕輕的滾下來了 老師說了 答應就如同 就如同你們一樣 好 好 OK 非常好 OK Excellent 我印象太深刻了 那個老師剛從英國回來 他跟我講了一個 Excellent 拿到成績單之後 這個96 哇 好想說 天啊 好險 我今天高中三年成績亂七八糟 結果因為一個術科就考了96 後面有三關 但是因為我現在都解 然後我也要趕路了 所以 那 這次給我45秒 做一個ending 好這個ending就是呢 我並不是體制內 大家覺得是優秀的孩子 我也不是像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剛剛每個人自我介紹 不管是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 你們都是 再怎麼不滿這個體制 你們都 用腳 蠻橫的踩著所有的血 考上 指考來到 你們現在的學校學籍 對不對 今天我們在教育體制裡面 我們再怎麼樣不滿這個社會 不滿這個教育 可是我們都沒有有能力 勇敢的說 好啊 我們就不要念大學了 我要做一個背包課 哈哈哈哈 環遊全世界 不可能 我們永遠沒有這個勇氣 對抗我們的教育體制 也沒有這個勇氣 對抗我們的 出我們學費的父母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 咬著牙 踩著眾人的血 然後踩在這個教育體制裡面 因為考上了這個大學 這個學生證 我們才有餘育 餘力 去實踐我們的夢想 去告訴我們自己說 我不行 我不能 我除了我自己的科系之外 我除了念書之後 我一定要做一點別的什麼 剛剛每一個人的分享 十個裡面 大概有六個都想做志工 都想要再服務於這個社會 服務於這個地球 我覺得非常好 那我的人生的座右鳴就是 今天不管你是各行各業 如果 不管你是要做美髮 不管你是要當黑手 或者是你今天要當總統 或者你要考公職等等都好 它只有一個理由 可以讓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發光發亮 就是你不管做什麼行業 你都必須有利於他人 你絕對可以想到各種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方式 在這個你的行業裡 幫助別人 只要幫助別人這個成立了 那麽今天不管你有沒有 放下所有的生命中的包袱 被媽媽罵去當去印度 或者是去哪裡 或者是你要去當志工 去救貧窮的孩子 或者是你要下場服務去 教我們原住民小朋友 英文、數學、郭語都好 只要這句話成立 各行各業都不會是你的阻礙 然後生命中就會打一個大狗這樣 那我是原住民 我是鄒族的 鄒族你知道嗎 鄒族你知道嗎 鄒族在一個五年會的鄒族 我是鄒族出來的孩子 然後我都是在都市長大 所以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環境底之下的時候 我特別有感於 謝謝每一個 願意為我們這些偏鄉孩子 服務的 大哥哥、大姐姐們 現在你們應該都二十來歲對不對 在十年、三十來歲 跟我一樣年紀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事 我會因為你們而不一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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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